伊爾包荔枝現在已經進入這個產季 那今年因為受到這個旱災的影響 大概有部分有災損 但是雖然有災損 但是到目前可以進行採收的應該還有三四成 那過去在外銷這一塊 因為我們大部分都是外銷到日本 那因為疫情的期間受到這個運費的漲價 所以在貿易商的這一塊到國外的市場 它一定是競爭力會比較薄弱 那因為這個關係 我們市政府還有農委會 有針對這一塊來進行運費 還有相關的補助 所以現在伊爾包外銷到日本 在空運上每一公斤是由農委會來補助30塊 那我們市府在針對伊爾包外銷的貿易商 跟農民還有集貨單位也有進行補助 所以市府跟中央一起來合作 針對疫情所產生的一些不利的條件 一一來協助貿易商跟農民來做處理 有登記外銷補助的應該到今天為止 可能將近2萬公噸 2萬公噸這個是登記到外銷日本的數量 那每一年因為義盒包的產季還沒到之前 因為要外銷到日本的這些貿易商 他都會來跟當地這些產季班來進行契作 因為日本針對義盒包的水果外銷到他們國內 他們要求的會相當的嚴格 所以是要榮耀達到零殘留 所以要外銷日本的這些農民跟這些產季班 一定要有產銷履歷或是集園補 一陣子也要在一起 是集園補 有關於旅程的因為 外銷履歷者是在外銷履歷的地方 有關於旅程的地上 所以要先關於旅程的地下 還有是集園的地方 在外銷履歷的地方 有關於旅程的地方 在外銷履歷的地方 是集園的地方 在外銷履歷的地方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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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